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十里不同风 百里不同俗 谁说我们村这个交通上没上河域那么封闭 可人的思想上还是很封建的 这妇女们一听说要做什么绣娘 这脸面让她觉得理解 理解 这就是农村工作呀 什么事都难 主要是我能力也有限 那在哪儿 我不说这个啊 那就先培训上河域的 当有人靠刺绣脱了瓶 并在过程中体现了女性自身价值成为榜样 就有说服力了 好啊 这好 要是刺绣真能够辅助脱别 我再组织那家沟的妇女们 去上河域学习 针对那家沟的评价户啊 我专门跑了一趟县时评办 研究出一个不错的项目 养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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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家沟离水库近 附近的自然条件非常不错 春天的时候山华烂漫 据县里的同志分析 非常适合养风 贫困户养风还可以申请特别的扶持 我研究了成本和收入 觉得可行 除了建党利卡的贫困户外 村委会还可以动员更多的村民参与养风 把它做成一项产业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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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去 张教华 林志强 唐副书记 我让你们俩叫我什么来着 唐 唐叔 你们俩在这嘀嘀咕咕的干什么呢 怎么不回家呀 还没想好咋跟我爹说呢 出什么事了 还是想先把户口本要了 把结婚证领了 要不他来不及了 他 来不及了 你 过来 林志强呀 林志强 你这是生米煮成熟饭 要先斩后奏啊 你就没想过 张金柱要是不给你户口本 你怎么办啊 孩子生下来怎么得上户口 孩子 唐叔 您误会了 小花他没有怀孕 小花 你 你 是啊 我没有怀孕了 那什么事啊 来不及了 是这样的 我们之前在一个饭馆打工 那饭馆倒闭了 市里也不好找工作 就想着说去南方找工作 但没有结婚证 我们住在一起怕别人说闲话 分开住又得多花钱 你们去南方打工 怎么着 已经找到工作了 没呢 去了现找呗 就没考虑考虑留在村里 刚才村委会广播 学刺绣的事 你们俩听见没有 没呢 我们才回来啥也没听着 我记着 你们家屋里摆着那个刺绣架子 你会绣吗 是啊 那架子就是我的 我从小就爱绣 那这样 明天镇政府会议室 我们请了刺绣专家来做培训 我希望你能参加 我觉得靠这门手艺就能致富 没必要非要往南边跑 那也不行 我要是回来了 林志强咋办呀 我俩要是分开了 那我们就真的没戏了 林志强 你在饭馆打工具体是干啥的 帮厨 会炒菜吧 会 我手艺还不赖呢 这么跟您说吧 唐叔 客人点的菜都是师傅炒 因为他们炒的菜样子好看 但是师傅自己吃的话 就喊我炒 他们说吃我炒的菜顺口 我不光会炒菜 我炖菜还一绝呢 行了 行了 你别吹了 你应该手艺不上档次 你们打工一个月多少钱来着 他一个月一千八 我两千二 两千二 那这样 你们先别挤着南下 留一个星期 巧花 你学学刺绣 看敢不敢兴趣 林志强 这个周末 我请你去尚和玉当大厨 试试手艺 要是行 以后就让尚和玉雇雇你 咋样 那太好了 唐叔 唐叔您是我们的恩人 您发话了 我们都听您的 对 那就这么定了啊 明天早晨八点 镇政府会议室 我等你 真香 那个大纸盒箱子 嫂子带来那个 那个是给燕子的 啥呀那是 哎呀 你就别管了 明天呢 我一早要去镇里布置会议室 你当着燕子的面 把那个大纸盒箱子打开 把东西帮我送给他 啊 好 来来来来来来 大家都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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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你们来来来来来 哎呀你们俩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 哎 来来来来 都上这儿来集装啊 书记 嗯 明天麻烦了 哎 燕子 咱一下这儿不说两件话 刘李珍 到 白玉 到 赵丹 到 小赵 快搬把椅子出来 好嘞 快搬把椅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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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快快快快快快 来 快把椅子发去 好嘞 先歇会儿 怎么样 东来了 报名呢 一共三十九人 十到三十七 加上椅子 三十八 差谁啊 二根子媳妇 她孩子还小呢 估计没找着儿儿帮她带 好吧 咱走吧 哎 等会儿 周儿 媳妇把那个 大椅子箱子拿出来 里边有唐副书记 给燕子的礼物 好嘞 快快快 周 周儿 真行 咋样 这儿面貌还不错 快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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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让 让 让 真行 这 这啥呀 打开呢 这 轮椅我问过的 可贵了 这 说 等会儿以后赚的钱 我一定还给唐副书记 我一定还给唐副书记 还是唐副书记心细 想了周到 昨儿我猜了半天 都没猜出来 是个轮椅 上车试试燕子 好嘞 站住 站住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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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招 你退领椅 好嘞 这行 你带个病 你带队 所有了 听口令 小心 小左 张 小左 张 你们这 像左转都没弄明白 一看就是嘎嘎些的新兵啊 可不是新兵嘛 咱们都是当奶奶的人了 还是头一次咱这段事 是不是 是 就严肃点 从现在开始起 你们代表的不是个人 也不是你们家的那一户 而是我们整个的上和运 一会儿到了镇上 一定要服从命令 听指挥 学习刺绣 不能有半点的马骨 听明白了吗 明白 好 目标是镇政府 行军时间大约一小时 是吧 走 走 先走 向前既 向前既 在世的真人中 服依的怨朝神 顾有花木兰 提不起从君 金有娘子君 金有娘子君 宝小卫的名 这丫头 打小唱歌就好听 一起唱 红色娘子君 唱这个 为了手 调声 无忧万无乱 一屁不去从军 今有药尽军 好 成为药尽 一屁不相亲 一屁不去从军 一屁不去从军 成功 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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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点 掌天使同志 阅兵同志 上合一刺绣班队伍 带到 向你们报道 叶总 你看怎么样 非常好 果然是军事化管理 走吧 我带你们进教室 来 行 唐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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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副书记 你也来学习刺绣啊 欢迎 我在路上碰到赵姐 就一块来了 这是您组织的 我必须捧场啊 再说了 我又不姓娜怕啥 不姓娜是啥意思 姓娜的都不来 这事啊 您就自个儿琢磨吧 教室在里边是吧 小花 咱过去了 走了走了 走 既然到了教室 那我就成大伙同学了 同学们都有一定的刺绣基础 那我希望从今天起 同学们把刺绣当艺术 而不是当成活计 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那为了更直观的感受呢 我向大家展示一件艺术品 这件衣服 刚刚参加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览 请大家排队参观 同学们 这件衣服漂亮吗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这件衣服 是由八位工艺师 用三个月的时间完成的 而这八位工艺师 在两年前和你们是一样的 也都是 只是有着一定刺绣基础的 农村妇女 叶总 那您的意思是说 未来我们也可以像他们一样 当然 不过首先要好好学 还要有天分 更要努力 这位同学有什么问题 我就想问问 要是我们绣得好 参与绣这样的衣服 能挣多少钱啊 这件衣服的手工费是 二十万 二十万 啥 二十万 多少 二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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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月八千多 八千多 能参与这种艺术创作的一定是最优秀的绣娘 普通人经过培训一旦合格成为绣娘 就会接到订单 那你们能挣多少钱 那你们能挣多少钱 就要看完成的订单的数量和质量了 二十万的媳妇 你咋带孩子来了 找不着人看 我实在想学 怕耽误课 我跟他说好了 不哭不闹 那也不行 要是能带孩子来 好几个人都想来呢 我都让他们回去了 就是 不哭不闹谁信啊 是吧 是 回去吧 回去吧 好 对不起啊对不起 那我走 来 等会儿 小朋友 你叫什么名字呀 芮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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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叔叔出去玩好不好 好啊 太好嘞 唐佑叔叔姐 不好吧 别耽误学习 快 去那儿 坐我那儿 那不好意思了 没事 没事 快快 走了 芮芮 我们出去玩了 最好让我们继续 好了 同学们 那我们现在 就开始正式上课了 来 芮芮 我给你挖点土再给你送回去吧 芮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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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芮芮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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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芮芮芮芮 该上厕所的上厕所 该喝水的喝水 一会儿别迟到啊 好 走 拜拜 谢谢 给天子给你玩 谢谢 不客气 叶总辛苦了 觉得怎么样 特约好 同学们非常认真 而且互动也很有积极性 光态度好有什么用啊 说好了六十人培训 今天也就来了三十几个吧 这人数 就不够设个生产基地的 再有 来了什么年纪都有 最大的也六十几岁了 先不说这眼睛花不花 手指头 这么粗 秀得了吗 该心系都 心系就不用拿针了是吧 今天这上完这课也就得了 也算帮他们扶平了 设生产基地的事 早点放弃 接受损失 可别爱了 杜总 你这村里的妇女 刚看见点儿希望 没看见刚才上课的时候 听说能挣钱 那高兴呢 你这才一开始就给撤了 怎么跟他们交代 耽误了叶总时间 影响了公司的整体布局 我跟谁交代 子明 没那么严重吧 待会儿你先回去 我带着老师们 在这儿待几天好吧 你是董事长 你在这山沟里带着干吗呀 我呼吸呼吸 新鲜空气锻炼锻炼身体呗 你干吗 杜总经理 就不能放我几天假 行吧 你说了算 我先回 杜总 我送送你 照顾好 叶总老师吧 我送你去 您放心 杜总 您慢走 好 杜总长 跟你汇报一下中午吃饭的事 唐副书记打过招呼了 跟真理 人家同意让咱们吃食堂 但就是得等办公室的同志们 吃完咱们再吃 就二十分钟 行 所以 您最好压着点儿上 十二点二十 行 我一会儿和老师们说一声 好 还有就是中午吃饭 由唐副书记陪您和老师们 在包尖用 为什么呀 我想和大家一块儿吃 我们标准太低了 就一凉 一热 一烫 已经够好的了 我从小就喜欢吃食堂 人多吃饭香 那就让叶总 体验一体验我们的食堂 中午让那个牛姐陪你们吃 我和振兴啊 趁着你们吃饭的时候 还得干点活 干什么活呀 干啥活 这个事还得叶总批准才行 来 芸蕊 来看看你的游乐场怎么样 这伙活干得不错 小孩们儿在这儿玩 也不会影响我们上课 真行 跟大伙说吧 经过唐副书记的提议 叶董事长的批准 从明天开始起 凡是家里实在没人看孩子的 全带这儿来 在这儿玩 好 唐副书记 要不是你给出主意 我这手术可真不敢做呀 哪只出主意呀 唐副书记 还亲自的跑前跑后 忙着给报销 我们俩口子感谢你啊 是啊 千万别客气 老头子 唐副书记 给 拿着 这是什么呀 你给的那两千块钱 不用慌了 不不不不 唐副书记 这个报销款啊 早就拿到了 这得还 来来来 你收拾吧 不是 阿姨 用吧 不不不不 唐副书记 你得拿 你得拿着 听我说 就拿这些钱 给大嫂多买一点营养品 大嫂身体恢复得越快 您越有精力工作不是 是 唐副书记 老头子他不好意思说 我说得了 您哪 把他这村支术免了吧 他干不了 满仓大哥这不是干得挺好的吗 好啥呀 我知道我自己不合格 我说 孙主任啊呢 我也不想干了 老板身体不好 我也抽不出过多的精力去工作 真是对不起 领导对我的培养 满仓大哥 您没说实话 我这说的都是实话呀 大嫂 您是厂良人 您说 这儿毕竟是那家狗 村里姓那的人多 老头子他说了不算 村支书可是代表党的 怎么能说了不算呢 那不是有的 满仓大哥 大嫂可病着呢 你怎么还瞪他呀 唐副书记 我说实话吧 老头子他是想好好干 可是文冰兄弟 虽然不当这个村支书了 可村里的人还都是听他的 就说这个 培训刺绣的事吧 他不认可 没人敢去 都是猜测的 不一定是那么回事了 啥猜测呀 杨风那事不也一样 这两天你跑了多少家 咋样 杨风的事也推进不了 对啊 对啊 有人啊 问过文冰兄弟了 他说这个疯子不好养 一死死一相 瞎打扰功夫 有的贫困户 连扶贫办白送的肿风 都不想要 来 老头子去 好 嗯 茶不错 讲究 现在过得清闲了 不把自己活得讲究点 拿对得起自己啊 赶索大哥 来 那爹啊 你也别光想清闲 回村 主任书记 我都让给你 你说什么呢 我这村支书 是经过组织部门的程序 被撸下来的 你放心 我这一辈子 也不会再回到村里 当这个支书了 我不缺那点补贴 唐副书记 贫困户的建党利卡精准识别 我没替你们少做工作 也尽了党员的义务 你要想让我再回到村里 听你调遣 你就免开存口吧 那文斌 我们来啊 可没有这层意思 那是哪层意思 文斌大哥会做生意 我们来是跟您谈生意的 谈生意 什么生意 那个 文斌大哥啊 这个是养风致富的一些材料 您看看 我不用看 这事我听说了 你们让大家伙养风 我觉着啊 谁跟着干这个事啊 谁就是风子 那文斌 跟谁说话呢 你过分了 我怎么过分了 怎么过分了 我这是替哪家沟的乡亲们说话 你让他们养鸡养猪 这可以 让他们养风 谁会啊 养风那活我见过 不是一般的技术活 随着节气啊 由南到北 全国各地的跑 哪儿花开就跑到哪儿 那风箱得运过去啊 靠什么 得靠车吧 租汽车 哪儿来的钱 就咱们村里边 有几个富裕户 谁花得起这个钱 还有啊 你想让村里人都称游民啊 抛架扯业的 老人谁管 孩子谁呀 义务教育怎么办 再赶上出了意外了 得了病的 来不及治的 客死他乡 你说你们这注意处的 缺德 啥找啊 我之所以鼓掌 是因为您刚才的那番话 证明了奔彬大哥 心系纳架构 咱俩算没对吧 你呀也甭拍我马屁 反正只要跟我们家 占亲戴故呢 我是绝不可能 让他们被忽悠 这材料您要是不愿意看 要不我跟您磨叨磨叨 养风不一定需要大规模前夕 守家待业也能养 甚至都不需要专门的地方 房前屋后都能摆放风向 技术上啊 也不像原来那么难了 咱们养中华风 那是咱们自己的品种 好养活也适应咱们这边的气候 贫困户一家三口的 县扶平办可以送三香种风 一香价值六百块钱 这个中华风啊 一般在春季繁殖 一香种风就能繁殖出 三香公风来 那家沟村啊 附近野花多 春夏秋三季都有 这一香风到秋季 就能摇出三十斤蜂蜜来 因为是在不同花身上采的蜜 所以叫百花蜜 一斤百花蜜的价格 保守估计能卖到四十块钱 您算算 这是不是一笔好生意 那既然是好生意 那别的村为什么不干 杨风啊跟自然条件有关 不是每个村都有着条件的 我来青山镇后 把各个村都走遍了 只有那家沟村最适合杨风 其次是上和云 这个事我可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而且我把农业大学的专家 请来实地考察过 对了 王老爷子您听说过吗 哪个王老爷子 杨风大王啊 老爷子八十岁了 城里人 以前是什么电影公司的经理 退休以后才来到咱们县杨风 带领着大量农民制的父王 我想起来了 好像有一次在县里边开会 我见过他 我专门去拜访过王老爷子 他说他二十年前就去过那家沟 他认为那家沟养风有戏 唐副书记 您刚才说的这些没忽悠我吗 句句舒适 不信您现在就看资料 不用 资料不用 那既然这样 你就跟大伙说 你找我干吗 文斌大哥 我要是有您在那家沟兰微信 我就真的不用来了 行行行 我知道了 那什么 他们谁要是在跟我打电话 问这个杨风这件事 我就告诉他们 这件事可以做 好吧 来 喝啥喝啥 这还不够 我是想 想请您回村投资 投资 刚才您也说了 村里的富裕户不多 而且能有几个像您这么开通的 你看 我这三言两语 您就听明白了 这是个好买卖 您让我回村里挨家挨户地做思想工作 我就是把嘴皮子磨破了 也不一定能做得通啊 更何况 贫困户扶贫办 送部分中风 那些没有被贫上贫困户的 得自己花钱 在没有见到利润之前 这个本可不是谁都愿意出的 陶伍书记 你的工作不就是扶贫吗 那只要那些贫困户托了贫 不就完了吗 托贫只是暂时的工作 带领广大农民共同富裕 才是我们真正的职责 万一贫上贫困户的托了贫 其他群众 因为缺乏致富门路返了贫 怎么办 汤户书记啊 看起来你真不是想把我们这儿当踏板 高盛吧 那明大哥 我没有观音 就想干点实事 您也知道我当了十多年的兵 我把每个村的脱贫致富 都看作打一场硬仗 打赢了才能走 打不赢 这里永远是我的战场 好 这话说得好 我替你孤独 来 听明白了 回吧 安倍 唐副书记说了这么半天 行不行 你就是给个回花 这就给个花 那我不成三岁的孩子了 我总得把这资料看看琢磨琢磨 再给你们回花 那您您看看 行 那你们就回吧 就是个对不住 不管饭了 啊 啊 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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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谢谢书记 谢谢 别了 别客气 快回吧 好 喂 喂 哎 文明大哥 唐国书记 晚上海上满仓大哥 咱们聊聊呗 这太好了 我这几天啊 一直在等您的电话呢 这样 我叫上满仓大哥 我们去县里找您 不用了 我这会儿正从县城 开车混搭结构 晚上咱们就跟我家见吧 好嘞 好 唐副书记 满仓大哥 来了 坐坐坐坐坐 唐瑞 你先走 好 满仓大哥 我知道你平时不喝酒 但是有酒量 今儿哥 跟我们家喝两杯 行 喝酒喝呗 唐国书记 跟我家喝两宫 这不算犯错误吧 明大哥 您要是能回来投资 咱们就再拿价工 搞个养风合作社 我是问你 能不能跟我家喝两口 按说 不能 你们哥儿俩 那天离开我那儿之后 我把你留下的资料 认真地研究了一下 之后 我去找了王了 又去了县里发改委 扶贫办 农业局 我仔细地想了一下 不能干 太好了 要是这样的话 唐副书记 能不能喝两碗啊 一醉方休 唐副书记啊 要说你这个脑子啊 是真的好使 你说现在啊 正好的扶贫政策 我算了一下 这个仰风这件事啊 比我那九门市 可有发展前途多了 所以今天啊 把你们哥儿俩喊来 是想咱们一块儿合计合计 我这次啊 我是把我的老本 全都偷到仰风这件事上了 那你们老哥儿俩啊 总能看我吃亏吧 那是自然 那是自然 来 晚餐大哥 天生书记 那明大哥啊 还有个事得麻烦您 是这样 卢振兴啊 引进了一个刺绣的项目 在镇上正开培训班呢 上和玉的妇女很积极 可拿甲钩到目前为止 只有两个人 要不您再给动员动员 来 这事儿我知道 咱哥儿仨啊 先把这个喝了 好 来 来 看起来 这儿 这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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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别说 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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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见没有 咱们说去 我今儿 没法跟上和一体 一体 事儿 这又不是硬性要求 学到磁绣技术才是重要的 是 欢迎那家沟村的妇女同志们 来参加培训 希望你们在学习中 轻松愉快地掌握技术 在未来的生产中 挣到钱 实现人生价值 好 好好好 好 为了评评空户 张金柱等三户村民接纳文宾儿子结婚随里的名义 送过钱 数额都不大 而且他本人当时并不知情 先以主动向组织说明了情况 并做了深刻检讨 也把钱都退还给了当事人 除此之外 没发现南文宾有其他经济问题 当我说去 你把七位的调查结果呢 跟南文宾谈谈 让他放下包袱 轻装上阵 好 还是天生脑子好使 是吧 让南文宾投资搞合作社 绝了 可不 有南文宾带动 顺利的工作好做多了 如果顺利 那家沟明年全面脱贫 应该没有问题 太好了 这工作效率 我服啊 姑爷 你疯了吧 爸 我这不好好 是你说的啊 谁养疯谁就是疯子 你这九门市干得好好的 你回来干这个 还给全村的人投钱 你不是疯子是什么呀 我这闺女嫁给你 跟着你受罪也都罢了 你说我那外孙子 外孙女都成家了 你就不管了 咱有钱留给自己的孩子 好不好 爸 我这回村来投资啊 那就是为了 挣更多的钱 让媳妇和孩子 过上好日子 闺女 他没发烧 发抑郑啊 抑郑啊 抑郑啊 他倒没有 我跟你说啊 你那想给别人拿钱那事 我可不同意啊 姐夫 你这就是让唐天使给你灌了迷魂摊了 那小子可好会说了啊 一千五百块钱 就把那烤羊架子给我骗走了 他给我拉到上河狱村 去给那些旅游的客人去烤羊 一直卖好几万呢 早知道啊 我卖他五千块钱 行了吧你 就你们家那烤羊架子 那是我找人给你们焊的吧 连工钱在材料费 一千三百块 扔那好几年 就那破烂玩意儿 要人家一千五还少啊 再说了 上河狱村卖烤羊 一支卖好几万 你听谁说的 宰客这种事儿 那消费者协会不管啊 你这不是造谣吗 高三里 我让你媳妇学刺绣 你不同意啊 没有 姐夫 你都说话了 我哪个不同意 那行 你给我盯紧了 让他好好地学 我 我学不会 我这手指头粗 我拿不住针 而且我眼神不好 我也看不清楚 那老师都不爱教我 你给我少废话 你手指头粗啊 手指头粗因为你胖 那妇女主任早就说了 全村就你不好好学 那老师教的时候 你不往前凑 你能看得清楚 你手指头拿不住针 那你平时打麻将的时候 你那手指头怎么那么溜楼啊 天不天地招着一帮老娘们 去你们家打麻将 你就是闲的 我告诉你啊 回家赶紧把那麻将桌披了 烧火 不是 姐夫 小小伙 这事怪我那个 别骂傻傻的 他脸皮薄 你少替他折 你们两口子给我听好了 你们欠的那钱 我绝对不会帮你们还 我现在已经铁了心了 要把我这九门市挣的这些钱 全部都拿回来 投资养风 你们家是贫困虎 按照政策 你们可以到扶贫办 百领三乡主风 高三里你要是好样的 你再去合作社领上十箱 这十三箱种风 只要你认认真真地干 到了明年春天 就是四十箱 秋后姚觅 按照合同分红 我保证你们家一年脱贫 两年把这账全还上 真的啊 真的假的跟你也没关系 养风是高三里一个人的事 你呀 我学刺绣 那现在买绣品的那老爷们 看的不是手艺 看的是绣娘 我不想让人家看上去 原来这话是从你那儿传出去的 是吗 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少打着我的名义 到处散播谣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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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